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饮料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饮料华尔街 今天这行情指数虽然是有涨 但是你会发现 个股的兴奋度来讲 好像 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外资放假 所以量能的部分你看到明显的就是做一个萎缩 所以当量缩的时候 这个市场的追加意愿就会变低 现在就要看内资 但是内资今天又遇到问题 遇到什么遇到整个他们最近重兵 压宝的这个生计全部都做回档 昨天你有看我节目的 我在节目上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你前面没有追的 今天开始就不用再追了 你看我昨天我怎么跟大家讲 因为我已经感觉到这个昨天的生计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为什么因为 不管你做什么的 你做药的也好 生产这个 输液管的也好 等等一些有的没的 你只要是做生计的 你只要是生计的 全部都大涨 你回想一下昨天那个澡盘的感觉是不是如此 对不对 中国现在明明确的是 抗生素 确的是这个发烧药 你现在 奇奇怪怪的药都全部都在涨 然后甚至有些不是做药的也许全部都在涨 所以昨天我就觉得这个盘 生计已经怎么样 差不多了 所以我昨天跟各位讲说 不要再追了 你回想一下 昨天 为什么在击涨的时候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那这一次拉回来 这一次拉回来我的态度跟上一次拉回来 是完全不一样 上一次这边拉回来我跟各位说什么我请大家说我请你们要注意我说这个还没结束 不会那么快了 还有空间 对不对你回想一下这一天 12月20号这一天 我在节目上很多生计 全部拉回嘛 对不对 4167的 松瑞药也全部都拉回来 有没有 南瓜也全部都拉回啊 是不是 但是这一天我跟各位讲说 不要紧张 生计还有高点 制药还有高点 对不对因为我讲我还没看到什么限购令之类的这东西 代表这个还可以抢 但一旦大陆出现什么限购令或台湾也开始限购的时候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昨天我讲了台湾我们 现在疫情有那么严重吗 我们需要去抢发烧 这个发烧的药吗根本不用吗 是 少部分的一群人他抢了这些药之后他继续大陆去的 那你现在把这些如果限制起来的话 他没办法买嘛台湾怎么会有生意 对不对那大陆如果也是开始用限购令的话 原本一堆人是一窝方案去抢但是你现在一人只能买两颗 或者一人买八颗 然后你买到后回家发现 吃完这两颗吃完这八颗其实也够用我没有必要买到80颗买到800颗 所以就会造成什么整个 这个退烧药的这个抢购的一个需求以及他所谓的这个需求量来讲的话 就明显的 变少 所以我已经跟各位讲了大陆他已经有出现所谓的限购令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制药股 昨天我就跟各位讲了 不用再去期待了 那今天资亚股就全部拉回来了 所以这一次拉回我就跟你讲了这一次拉回跟这边不一样喔 这一次拉回可能是真的要拉回了 这次拉回可能就真的要整理了 他或许短线上可能会震荡 会突然涨一下 你不要急着跳进去啊 因为这搞不好是最近的 近期的高铁因为你 股价这边涨 从20几块 一路涨到36块 这一块涨了快一倍了 对不对 南光35块开始涨涨到69块多快70块也快一倍了 也够了 所以这些资金呢 就开始撤出来 昨天我提醒大家了 不要乱去买了今天一定是有人撤退了 那当然有人有不同的看法说这个要 大家还会抢啊中国还要发烧 5个月啊 对不对 以下这个传染的速度来看喔 应该是很快 应该是很快 我自己亲身的这个身边亲朋好友的例子啊 就是我姐夫 他在大陆有开一个户头 那好几年没动了 现在那个好像 不知道怎么弄被锁住了 他最近就去了大陆一趟 这个礼拜六上礼拜就要回来了结果呢突然之间 确诊 他可是他没有症状因为他打疫苗他没有症状但是他没有办法登记因为他确诊他没办法登记 没有办法登记怎么办 他就只好在那边多待几天嘛 他发现他朋友 他身边的朋友 这大陆朋友这个家庭里面 几乎啦 无一幸免 他身边的朋友全部都 确诊发烧 所以他说这次好像这个传染的速度比 外界所想象的那么快 所以他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快速的传染 传染过后呢 我们也知道嘛 大概就是有一些发烧比较严重一点 那大致上来讲都会退烧 比较危险的应该是所谓的这个高龄的长辈 这些人是比较危险的 但是无法幸免因为 一当你走向所谓的这个解封这条路的时候 他一定会去牺牲掉一群少数的人 这些人 会非常的可怜 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这是大事所拦 因为如果你中国你再封锁下去你再锁个三年 我相信 所有的人应该 都会饿死 所以中国的高层也在 积极思考的问题 就说 他到底该怎么办 那只能够希望这些比较弱势的赶快注射疫苗 尽量把一些隔离起来 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但是其他人呢 他就不管了 所以1月8号开始 中国的已经 采取了一系列解封甚至呢 他已经把这个新冠肺炎了把他接着 降级 叫做椅类仪管 他已经不跟以前不一样了 也没什么高风险期低风险区的划分全部都没有了就解封了 那外国入境旅客呢 也不用隔离了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要准备迎接他的一个大的解封 是真正的解封 而这个解封外界预期应该是在3月份 可是中国的高层的一下子提早到了1月8号 所以面对这个盘事来讲的话 你现在应该不再去期待什么制药股还能够大涨特长 这个都已经涨很多了 这个在涨一倍 这几率是很低的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有没有 在涨 因为当一群人发完烧之后甚至有一些没吃到退烧药的但他竟然烧退了 那他还需要退烧药吗 他就不需要了吗 所以这个风口已经过了 过了之后呢所有的股票都会打回原形 所以这一次拉回我跟各位讲可能是拉真的 跟上一次不太一样上一次我跟这边我跟各位讲你不要怕 还会再涨 对不对 这边真的拉回来呢 这里真的拉回来那就真的拉回了 因为这个热潮 主力也感受到了 应该是退了啦 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的他新华制药他们的制药都在怎么样 都在下跌了嘛中国整个制药股 对不对 最强的是什么最强就是新华制药啊 这边好几根涨停板啊他都在拉回了台湾的呢 连他们本土的当地的都已经拉回了那台湾在热什么 所以我说再涨就是不合理 他势必要拉回 那拉回之后呢我跟各位讲这些资金你说就不完了吗 那就轮到其他个股有机会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些资金拉回来我觉得也好 不然的话你其他个股完全没有表现空间 你就让他顺势拉回来 那至今的自己会找到新的出路 那你说短线这个盘 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期待的 对不对 老师啊这个很鸟啊对不对那个你看这个量都缩下来的没有机会 但我说短线没有机会不代表明年没有机会吗 对不对明天还是有机会充满了希望 外资放完假后还是会回来他要不要买他势必还是要买 他还是要交易嘛 因为这些金融机构钱就是那么多 雇了那么多的交易员 你不交易怎么赚钱他还是让他们去交易嘛 懂我意思吗 所以 短线 可以期待的因子我认为就这两个一个是中国解封 内需的经济 跟数位经济 因为现在中国是习近平说的算 习近平现在喊出了口号是什么 他不是要努力拼外销 他干嘛 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 所以扩大内需的股票 他可能都有机会钢铁 航运 以及被关了那么久 所以呢 这个你关在家里面也不用化妆嘛对不对 你平常在家你会化妆给你老公看吗 不会吧出去的时候 才会化妆啊对不对我老婆在家都不化妆的 但是 未来很多人要出去了 那要不要化妆所以就要化妆吗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就说 盘面资金又往什么往这边去走比如说像罗利芬66666 4个6对吧 他就涨停板为什么又做化妆品 所以 等于说资金现在又绕什么又绕到这个区块往什么往中国解封的内需经济去走 所以相关的概念股应该都有机会 你看大陆的这个全聚的他股票有上市了你看他的股价 喷的乱七八糟 对不对所以 在整个 台湾 跟中国大陆有关的这个 概念股上来讲的话你会发现 有一些 食品股的部分他好像感觉就怎么样感觉就好像有 有一点 开始涨了或者是百货业者好像掏地 对不对这都开始涨了所以 资金短线我跟各位全部都是围绕在这个区块 一定是中国解封内需跟所谓的数位经济 数位经济股票也有 但是 这个目前来讲还不成期后 现在都是围绕在这个地方 这是第1个第2个呢要看什么 看美国冰封爆后的灾后需求 今天 美国现在呢这个还在 被冰冻的情况 稍微有好一点但是退了之后 你发现 会有什么问题 第1个这个车子停在外面 车子被动了之后 会不会有问题 很多的电动车 在 天气冷的状况之下 电池会受伤 所以电池的需求 会不会出来 有可能 那你在冰冻情况下这个零件会不会坏掉 会喔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有一些像 这个什么提维锡啊等等之类的股票 表现上来讲的话 好像就比这个盘势 稍微再怎么样 更强一点 所以这个 AM市场的 这些概念股 短线有没有机会 应该会有一些机会存在了 因为这是什么美国冰封爆的债后需求 另外一个 好 如果 美国今年是寒冬的话 对不对 那 大家会担心 后面 又有冰封爆 那整个汽车 没办法发动怎么办 要添加所谓的抗冬季 所以这两天你来看那个 国际上1G的报价 好你看到一二纯的报价一二纯的报价 其实已经怎么样 偷偷在涨了 昨天涨一趴多兼涨两趴多所以今天有些股票像 这个1718的中仙其实早上开的还不错 短线上来讲他也都做反应 所以后续你就观察嘛如果美国还有冰封爆的话 我相信这个中仙的或是1700的这个冬年 这个后续搞不好都还有机会 因为这次都没有涨到的 那就算没有的话 他们整个产业的一个需求 应该会落在 这个第2季开始之后原本是估下半年因为他是估 中国解封之后 才会有一些商机 那原先预估中国解封应该是落在所谓的4月份 那个时间点 但是现在提早了嘛 所以现在提早的所有东西要提早 所以原物料有一些的一个需求他就被刺激 就会上来 那1G的部分他其中也是一款 因为1G不只是做在看东西嘛其他东西也是可以 用的 所以相关的概念股 包括这E3类股 对塑拉类股 现在看起来比较鸟但是呢 你后面看到可能塑拉股后面也会有一些机会因为这整个报价 会因为 这个明年了中国解封的情况之下所有的报价 会开始慢慢的上来 不要去小看中国整个消费力道 中国有钱的 还是特别多 你看那个抖音上面的土豪 对吧 那个你看他炫富的程度你就知道了 绝对是 有一堆人还是超级有钱 只是最近他们比较低调 因为你看 马云就特别低调了 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大陆在追求所谓的共同富裕 但是呢短线上来讲的话 习近平他自己也知道你现在再去打压这些富人没有用 他必须要让这些富人去刺激消费 才会带动出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几年了 这几年来看的话三年的风控已经创造了上亿的新平阶级 没有钱没有收入存款都已经花光了 很可怜 所以你现在再去追求所谓的共同富裕他只会让富人 更加的不敢去做消费 所以呢 初期来讲应该会放框 他会刺激他们去做 过度的消费 然后把整个经济带上来 带上来之后呢我再来处理你嘛 他们应该都是用这一招啦 就像最近这个中国大陆这次解封也是一样 为什么因为白子革命 现在白子革命在 民间的大家的心目中这一群人是所谓的英雄 但是我跟你讲 中国人健忘 等于等风头过的时候 中共高层又秋后算账 这些人都逃不掉 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的监视器 全球 密度是第一名的 他到时候就看这画面再去逮人 反正风头也过了嘛 大家都没事嘛 这些人就被忘记了 他就把他抓出来一个一个修理 尤其是那些带头的 所以 大家会怕 中国就怕这个地方 这个手段 太凶残了 所以我们会怕嘛 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排斥 中国大陆啊所以台湾为什么很多人反中反中我想应该反的就是 中国的这个制度 其实不是反中国中国如果有一天民主化的话 我们欢不欢迎当然欢迎啊 如果中国也民主了你知道统一有没有差没有差嘛 因为我们不会改变 目前的现有的生活状况 但有一天 如果他用共产主义统一台湾的话 大家会排斥绝对会排斥啊 因为不想过那种生活 台湾人 自由惯了怎么可能会去 接受你这种共产统治 中国是因为 从古代历史 上来看的话 从古至今都是所谓的这个帝王制度 有一些人已经怎么样 奴性惯了 所以他们愿意接受 所以中国共产党这几年你会发现也是管得很好 但是这一次疫情因为大家真的关太久了很多人 肚子饿受不了就开始揭竿起意 但是我相信最近的这个政策呢他就把这些的因素全部都给他压下来 目前来讲是控制的很好应该没有人在反 没有人在反的时候呢就迎接什么迎接所谓的大解封 所以在整个 内需经济的部分台湾有一些公司是可以分到一杯羹的明年我觉得整个经济状况就是这样 大陆的一定会开始拉动 但是美国人的会开始下来 美国经济会开始慢慢下来所以你 要注意的股票是 应该要偏大陆的 不是偏美国的 懂我意思吗你偏美国的他们经济没那么好 偏美国顶多就是偏那些基础建设需求 比如说网路建设啊 美国这个 美好法案这些东西的基础建设需求应该是会有机会 但是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呢 他从造桥铺路到手机消费都会开始很好 所以应该是往这边靠拢 明年的选股策略 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应该是比较偏向中概的至少上半年是如此 下半年 才可能慢慢开始欧美出现一些复苏 因为通膜数据压下来之后 欧美的这个经济状况就会开始上来 民间也比较敢去消费 所以明年上下半年的一个策略 是完全不太一样 其实最近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如此 对不对 相关的个股 题材全部都围绕在中国解封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明年我们政府的这个 推动的 绿能的一个国产化封电国产化 降低建制成本这个应该是可以看一下 这也可以看一下 因为 整个封电目前 如果是 包给这些 外商来做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电费 降不太下来 厂商会增加一些成本 那现在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 就是直接把它国有化 政府带头来做 你这样子才有办法赶到所谓的2050年 整个 新人员的占比 可以大幅度提高 而不是像 小英总统所讲的 或是像这个李远哲所讲的 2024年之后不干我的事啊 对不对 他可能很小声跟这个 李远哲讲 李远哲就把他 拿出来讲 这实话一出 所有人都划来 干一个总统怎么可以干成这个样子 你看你干那么短 对吧 就看这8年而已 8年后不干你的事 那我们 这些人不是成了 晕大头了 所以我觉得一个总统的高度其实要看远一点 要长远的规划 目前来讲的话应该只有蒋经国是最有远见的 对不对其他的 我觉得都不太行 都不太行 这个规划上来讲的话都比较短视 但是这也是民主 制度的一个 缺点嘛因为很多人就是连任8年之后 就不干我的事 所以他的规划来讲的话都是以8年8年为主 很少会有所谓的这个 10年20年或30年50年的大计 很少看得到 因为目前来讲 这个制度就是如此 那 但是他要不要做 因为有人还要选吗 你懂我意思吗现在还有人要选 其实民进场内部 内部你自己去看小英那时候出来要选的时候 内部那些独派大佬是非常排斥的 后来是小英跑去了这个独派大佬的病房里面 跟他讲了一些话之后 独派大佬松口了 好吧我认同你了 那这个 小赖你再委屈个8年 对不对 再委屈一下下次再换到你 所以小赖还是要选 这个大佬还是很支持 所以 明年来讲的话 这个可能 台湾的这个 行政单位里面的人士会变化很大 为什么 因为有人要摆烂但是有人不需要不准他摆烂 所以内部就会很大的这个 变化出来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请问各位这个市议员王世坚 对不对所以这个 中间 选民非常喜欢的 为什么要突然抨击 你这个苏贞他你就是要下台 为什么 内部有一些风 这个风雨云涌要开始上来了 所以 明年来讲的话 他不会摆烂 因为一定会有一股力量 强迫他去做 所以政府在推动这个新能源这个区块来上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还有机会 还是机会不过 短线你要你要看他的话 可能短线你就看短一点但是如果你看长线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看很长的 翻倍都有可能 因为最近行情来讲的话短线是 就是打带跑而已 我也看中民意跟各位讲所以有些股票我讲了 对不对 他连续喷出去之后呢他可能就马上回答 大概就是这个逻辑啦 我跟你讲完之后是不是连续喷 所以我跟各位讲嘛见好就收 对不对 新年新气象 新下 短线有没有涨上来 对不对短线有涨 但是这边又僵住了 我认为这样还有机会 还没有明显完全喷出 这个是有明显完全喷出去 喷了好几根 那就比较明显拉回来 这个看起来是还好 因为他这个大概就是 行进间上去又下来上去又下来那这个来上来讲的话应该还在15%以内 超过30%都不要去追了 15%以内都还有机会 懂我意思吗 都有机会 新年新迹象 那如果看长线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看除能 最近有两档股票 6806的升位能源 这是我在友台 上节目的时候跟 这个友台观众报告的 你看这个从这边开始一路上来 创新高 对吧 注意这档 把电话拨通 长线一倍的股票 打掉进来这档股票直接 送给各位 股市散户站起来 588团结专案 超跌才会创造超额的利润 你不用单打独斗 大家团结 最前减 团结专线02-8511 三三六六 02-8511 三三六六 相信从顶叶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叶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 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叶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络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饮料华尔街 欢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各位 你要看长一点的话 明年除能这个方向 也是可以留意 那最近有一个股票已经把 这个除能相关的股票 稍微给带起来了 那明年来讲的话除能的相关的个股 注意这一档 因为这需求走越来越多 所以长线上来看的话 他目前在手订单超过一年 超过一年 那公司内部 看未来的产业 看到三年后 所以这一档长线上来讲的话 应该会很费 把电话拨通 这一档除能大翻身的股票 打电话进来直接送给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